一條又一條的香菸 全都用紙箱封得好好 上面還貼了紙條 寫著BVIP 這BVIP是誰 原來就是國安局的無姓官員 花王的服務好周到 等飛機降落 無姓官員要拿菸 花王還幫忙把菸 全都裝進了這行李貴車 看不出來你頭是什麼 避人耳目 無姓官員敢這麼大膽 仗著他就是總統的貼身水護 按照規定 免稅的香菸 一人只能買一條 無姓官員可以偷吃步 靠的就是這個 原來總統包機出訪前 有這個貴賓包機專案 想要什麼免稅品 都可以先登記 無姓官員就是陷害 華航的高層勾結 訂了九千兩百條菸 他沒有帶出國 而是讓華航把香菸 放在免稅的倉庫 等到總統回國 華航在漁目混珠 把香菸裝進行李貨櫃 再裝進五台接機的貨車裡頭 混進總統車隊 想要趁機離開 一個沒有煙酒商執照的人 訂了九千兩百條香菸 誰核准的 誰授權的 誰授意的 華航哪些高層 參與其中 請謝董事長 徹查到底 一般人要入境 行李都會被海關檢查 不過無姓官員 是總統隨護 可以一起走公務門 快速通關 行李當然海關也不敢動 讓九千兩百條菸 被當成行李 順利過關 這背後帶來的可是告爾利潤 志祺人士替爆 這樣的合駐模式 其實行之有年 訂購的成員 包括了總統府 國安會 國安局 無姓官員只是負責接單 後頭的集團更龐大 誰沒料到 總統出國拼外交 底下的官員 卻趁機走私 發大財 三日新聞 綜合報導